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廠商投入線上遊戲的開發啦 連靠著戰爭機器系列而聞名的 APEC 公司 也有一款全新的線上射擊遊戲 全球使命要進軍台灣啦 到底這款遊戲有什麼特殊的地方呢 我們就一起來看看吧 靠著 Unreal Engine 以前 在全球遊戲界佔有重要地位的美國 EPIC 公司 除了是遊戲界最高技術指標之外 本身也開發過包含戰爭機器系列等全球超夯作品 不過大家以為 EPIC 公司只會開發單機遊戲嗎 那可不一定喔 因為 EPIC 公司也在中國成立研發團隊 甚至投入線上遊戲的開發 這款全球使命就是他們所開發的線上射擊遊戲 並預計也在台灣推出 全球使命是以 Unreal Engine 3 型開發的戰爭射擊遊戲 加入的擬真性動作元素 更加貼近現實正常的氣氛 遊戲以 2132年恐怖分子肆虐的時代為背景 兩個影響全球的軍事集團 互相抗衡 大戰一觸幾發 而玩家將是左右世界和平的重要關鍵 全球使命也預計會在台灣營運 但還未公布更多的詳細消息 玩家要玩到這款遊戲 還是需要再耐心的等上一段時間 請 Inside 谢谢大家